虐论篇第三十五 皇帝问曰 福皆虐皆生于风 其续作有识者何也 其博对曰 虐之始发也 先起于毫毛 欠身乃坐 含力骨汗 腰挤剧痛 寒去则内外皆热 头痛如破 可欲冷饮 帝曰 何气使然 愿闻其道 其博曰 阴阳上下交争 虚实耕作 阴阳相宜也 阳病于阴 则阴时而阳虚 阳明虚 则寒力骨汗也 巨阳虚 则腰背头向痛 三阳巨虚 则阴气胜 阴气胜 则骨寒而痛 寒生于内 故中外皆寒 阳胜则外热 阴虚则内寒 外内皆热 则喘而渴 故欲冷饮也 此皆得之下伤于鼠 热气胜 藏于皮肤之内 肠胃之外 此容器之所涉也 此令人汗空疏 凑离开 因得秋气 汗出欲风 即得之以欲 水气 涉于皮肤之内 与胃气 并居 胃气者 昼日 行于阳 夜行于阴 此气 得阳而外出 得阴 而内破 内外相破 适以日坐 第曳 第曳 其见日而坐 者何也 其伯曳 其气之设深 内破于阴 阳气独发 阴邪内注 阴与阳争 不得出 是以见日而坐也 第曳 善 其坐日宴 与其日早者 何气使然 其伯曰 邪气客于丰府 寻履而下 为气一日一夜 大会于丰府 其明日日下一节 故其坐也宴 此先客于即备也 每至于丰府 则凑离开 凑离开 则邪气入 邪气入 则并坐 以此日坐 稍一宴也 其出于丰府 日下一节 二十五日 下至嫡谷 二十六日 入于己内 住于府旅之脉 其气上行 九日出于缺盆之中 其气日高 故坐日 亦早也 其见日发者 由邪气内破 于五脏 横连 目远也 其道远 其气深 其行迟 不能与位气 俱行 不得接出 故 故见日 乃坐也 第一 夫子 言位气 每至于丰府 凑离 乃发 发则 邪气入 入则并坐 今位气 日下一节 其气之发也 不当丰府 其日坐者 奈何 其博曰 此邪气 可于头像 寻履而下者也 故虚实不同 邪重一所 则不得 当其丰府也 故邪重于头像者 弃至头像而并 重于背者 弃至背而并 重于腰脊者 弃至腰脊而并 重于手足者 弃至手足而并 为弃之所在 与邪气相合 则并坐 故腰无常腹 为弃之所发 避开其凑理 邪气之所合 则其福也 帝曰 善 服 腰之与虐也 相似同类 而风 独常在 虐得 有时而修者 何也 其博替 其博曰 风气流其处 故常在 虐气随经落 沉以内博 故谓气应 乃坐 帝曰 虐先寒 而后热者 何也 其博曰 下伤于大鼠 其汉大出 凑理开发 因欲下气 七仓之水寒 藏于凑理皮肤之中 秋伤于风 则并成矣 浮寒者 阴气也 风者 阳气也 先伤于寒 而后伤于风 故先寒 而后热 也 并以实坐 明曰 寒虐 帝曰 先热 而后寒 者 何也 其博曰 此先伤于风 而后伤于寒 故先热 而后寒 也 亦以实坐 明曰 温虐 其淡 热 而不寒 者 阴气先觉 阳气独发 则少气繁育 手足热 而欲偶 名曰 丹虐 帝曰 福经言 有余者 谢之 不足者 补之 今热 为有余 寒 为不足 福虐 者之寒 汤 汤火不能温也 及其热 冰水不能寒也 此皆有余不足之泪 当此之时 梁公不能止 必须其自衰 乃次之 其故何也 愿闻其说 其博替 其博曰 经言 无似赫赫之热 无似浑浑之脉 无似陆露之汗 故为其病逆 未可治也 福虐之始发也 阳气病于阴 当世之时 阳虚而阴盛 外无气 故先寒历也 阴气逆急 则复出之阳 阳与阴 复病于外 则阴虚而阳时 故先热而可 福虐气者 病于阳则阳盛 病于阴则阴盛 阴盛则寒 阳盛则热 虐者 风寒之气不长也 病急则复 至病之发也 如火之热 如风雨不可当也 故经言阅 方其圣时必毁 因其衰也 势必大昌 子之谓也 福虐之谓发也 阴谓病阳 阳谓病阴 阴而调之 真气得安 邪气乃亡 故功不能致其已发 为其气腻也 帝曰 善 功之奈何 早焰何如 齐伯曰 虐之且发也 阴阳之且疑也 必从四末时也 阳已伤 阴从之 故先其时 坚树其处 令邪气不得入 阴气不得出 审后见之 在孙洛圣坚而血者 皆取之 此真往而未得病者也 帝曰 虐不发 其应何如 齐伯曰 虐气者 必更胜更须 当气之所在也 病在阳 则热而迈灶 在阴 则寒而迈静 急则阴阳俱衰 为气相离 故病得修 为气急 则复病也 帝替 时有 见二日 或至数日发 或可 或不可 其故何也 齐伯曰 其见日者 邪气 与畏气 可于六府 而有时相失 不能相得 故修数日 乃作也 虐者 阴阳更胜也 或胜或不胜 或可或不可 帝曰 论言下伤于数 秋必并虐 今虐不必应者 何也 齐伯曰 此应四十者也 其并异行者 反四十也 其以秋病者 寒慎 以冬病者 寒不慎 以春病者 悟风 以夏病者 多汗 帝曰 福病温虐 与寒虐 而皆 安舍 舍于 合葬 齐伯曰 温虐者 得知 冬重于风 寒气 藏于 骨髓之中 至春 则阳气 大发 邪气 不能自出 阴郁 大鼠 脑水朔 肌肉 消 凑理 发泄 或有所用力 邪气 与汗 接出 此病 藏于肾 其气 先从内 出之 于外野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导 Kris 感谢观看